大家好 我是紅茶 那今天來介紹的珊瑚 是一種腦類珊瑚 叫做八字腦珊瑚 那八字腦珊瑚呢 是在水竹缸裡面 一種蠻常見的一種品種 而且它生命力是算十分的頑強的 那它好飼養的程度呢 我會覺得僅次於像是 軟珊瑚的麥穗啊 鈕扣啊 和菇類等等的 如果你這幾種珊瑚呢 都已經是很上手了 你其實可以來挑戰看看 這樣子的八字腦類的珊瑚 那它們相較於軟珊瑚啊 擁有更多絢麗的顏色 有一些常見的可能有紅色 綠色 或者一些螢光色等等的 那像這個的話呢 它除了現在白光是有紅加白的顏色以外 它在藍光底下的顏色是更加的漂亮的 而八字腦呢 它是一個骨骼 它上面的那些地方都是它的肉 它肉膨脹起來的時候其實會更大 它身體上面的顏色會更加的明顯 那像我這個算是一個比較普通等級的八字腦 那有一些看到一些澳洲的更漂亮的八字腦的時候 甚至像油彩般有五顏六色的顏色 那這時候你看起來真的是非常漂亮 帶給你很美麗的視覺的享受 那它叫八字腦的由來呢 也是因為它一開始的骨架 會隨著身體不斷的成長 那會出現的是它頭尾兩側會比較膨 從上而下來看的時候會呈現一個八字型的樣子 因此才得了這個名字 那八字腦的飼養環境呢 我會認為它是要身處於一個比較緩水流的地方 但是光是一定要照到的 它可以是在一個中光或者是中落光的地方生長 緩水流中落光的地方生長 那一般來講我像我自己啊 我是這一顆珊瑚我是擺在中間層 但是在更以前的時候我買八字腦 我都是擺在缸子底部的地方 只要有燈光照到 然後水流緩緩流過 它就可以生長得很好 那在餵食的部分 我都會去餵食一些珊瑚的飼料 或者是有偶爾啊 我會買一些蝦肉去給它吃 但是因為八字腦它進食的速度比較慢 我更多時候我都會把它造一個那種保護罩 防止它在進食的食物去造到像清潔蝦 或者是小丑魚去搶 把它的食物去搶走 對那我會蠻推薦就是剛入門的新手 如果你已經養好一些賣穗等等的軟珊瑚的時候 你可以去挑戰看看養這類的八字腦 主要是因為它非常的好 是養它生命力頑強之外呢 它的價格也是屬於不高的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